阿森和阿沙 你们能来章鱼堡探望我们真是太好了 巴克舅舅 给皮医生看看我们新的极地童子军徽章吧 当然可以 皮医生 这两个孩子一直都非常努力 你看 这是我们的变形勋章 我们学会了如何根据北极星辨别方向 得到这枚徽章 是因为学会了如何用血建一座避难所 下一枚徽章你肯定会喜欢的皮医生 海藻风带徽章 我们学会了如何使用海藻来制作急救风带 我们还用一支真正的独角巾做练习了呢 真棒啊小家伙们 还有好多好多徽章我们都还没得到呢 我们会一个一个拿到手 就像你一样巴克舅舅 事实上我并没有获得全部的极地童子军徽章 没有吗 真的吗 我不相信 有一枚徽章 我好几次都与它失之交臂啊 我记得第一次是碰到了一头遇上麻烦的海象 哦我的手好疼啊 我主动去帮助 别担心我来了 走开小北极熊 我们海象不用你操心 哦 但我并没有放弃 我的鸭被掐住了 我来帮你 闪开海象紧急情况 总之每次都是这样 我只是想 哦 哦 哦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一枚属于我自己的海象救援徽章 不过现在你们该努力争取下一枚徽章咯 大家只要游泳穿越伏兵障碍就能得到这枚徽章 出发吧 祝你们好运啦 就是这儿啦 在五分钟以内 有过这些迷宫一样的伏兵 我答度我四分钟就能完成 我三分钟就可以 哈哈哈哈 我们开始吧 各救各位 与飞 听起来好像有人在求救啊 声音好像是从这些伏兵的另一边传来的 来吧小家伙们 跟上我 这可是真正的吉利童子军突发时间呢 我们已经准备好这新任务了 我看你来不在一个人的灵魂 你也有点儿 我们不在一个人的灵魂 刺灵魂 你也有点儿 你会在一起